哈囉大家好我是順 今天要來聊的是戰略陀螺暴力世代第15包抽抽包 在開始影片之前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麻煩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 這個抽抽包第15彈呢 裡面有一隻暴風天馬 這大家都是知道的 這次的配置叫做暴風天馬 10GQC- 那官方最近釋出了一組影片跟情報 那我就不在這邊轉用了 我直接用形容的跟幾張截圖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首先這暴風天馬呢 是為了紀念戰略陀螺20週年 然後鋼鐵世代動畫第10週年 所推出的復刻陀螺 也是給各位 鋼鐵世代的朋友的哪一份大禮 也歡迎大家一起入坑來玩 好這是第一點 再來呢他的配置 還有整個設計呢 我先從結晶輪盤開始講 那結晶輪盤 很多人一開始會想說會不會整顆都是鐵這樣太OP 欸沒有 外圍變成塑膠 那可能會有人說 哇靠那這樣子會不會強 我告訴你 會強 就如富途所說的一樣 他這一次居然是在這個結晶輪盤的內側 放了整個圓形的鋼鐵 金屬喔 這是什麼意思 他的持久性攻擊力 全部都大幅提升 比起我們爆裂世代 喜歡的那四聖獸呢 直接這樣子復刻 這一次的暴風天馬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復刻 既堅固強度 然後也有 考慮到還原度 服務粉絲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暴風天馬很強 一登場就有超級陀螺等級的實力喔 那蠻OP的 我是非常喜歡 我個人不是鋼鐵世代 我都很想收一顆了 那再來這個 10G呢 10是目前內重心的很重的一個賽場上經常會看到的鐵 那G是攻擊用的環 官方也說了為什麼要用10G 因為當初天馬的零件有一塊叫105的 10G 10 G 日文裡面 5 就是GO GO的第一個音就是G 你就知道啦 他們只是在玩一個冷笑話 那再來 對我們這些現在有在玩的玩家 可能會很在意的就是 QC-軸 到底是什麼搞的 根據MASTABRE DAHURIKAWA 他的說法 是介於X軸跟 HN軸之間的 寬度的軸心 所以他動作會比 HN大 可是 會比X小 這就優秀啦 很多人對HN的感想就是 哇他動的真的跟持久軸差不多 那X軸呢 常常會衝出去 這是介於 平靜跟暴軸的軸之間的一個平衡點 那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而且他一登場就是DASH軸 所以攻擊型玩家要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總和來講這次的暴風天馬的復刻 非常猛 而且 如果你玩的好 有愛的話 只要他的輪盤不要太輕 這一次的暴風天馬是很有可能變成你 META隊伍裡面的一顆陀螺喔 我真的好羨慕 以暴轉世代來講 我 我也很希望我們的烈焰肥鳳裡面可以塞一兩顆 鐵 之類的 增加他的重量跟強度 可惜沒有 也在這邊小小取一個願喔 麻煩 他看到Tommy出HMS系列的復刻 好不好啦 拜託啦 求你了啦 算我拜託你了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來逼 我們下支影片